五色五脏,养生有大 缺一不可,都是人体的重要脏器 其中由以心、肾为重中之重 心相当于生命的发动机 肾是生命的能源 所以心、肾一旦受损 可想而知会导致怎样的恶果 其实五脏之中无论哪一脏受损 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可见,保养股脏是何等重要 而从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可以得知 吃进去的毒素就足以伤害我们的五脏 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巨大的麻烦了 只是有的人体内毒素多 已经产生了病变 有的人相对少一些 所以往往表现的是亚健康状态 中医认为上宫治胃病 那么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来排出五脏毒素 从而保养身体的呢 中国人说明以食为天 合理善食是健康的基础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 不同颜色的食物即可以治疗不存的疾病 而且可以保证自身血质良好 例如心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红色食物 肝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绿色食物 皮功能即消化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黄色食物 肺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白色食物 肾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黑色食品 一、红色 红色入心 多使红色食物能增强心脏之气 提高人体组织中细胞的活性 多使红色食物还能预防感冒 有补血、生血的功能 所以教室用于形体瘦弱 脸色不光准 贫血、心肌、四肢冰冷 手足无力等症状 相应的食物有 红豆、红薯、胡萝卜、红枣、番茄、山楂、草莓等 二、黄色 黄色入皮 黄色食物是最能饱皮养味的 皮味是人的后天之本 所以更要懂得滋补保护 相应的食物有 黄豆、牛肉、南瓜、玉米等 三、绿色 绿色入肝 入肝的绿色食品包括绿色蔬菜和水果等 是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主要功效是清理成胃、排毒、促进生长 绿色食物能有 一肝循环代谢 还能消除疲劳、舒缓干预 多是些深色或绿色的食物能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 相应食物有 绿豆、苦瓜、西芹、猕猴桃等 四、白色 白色入肺 白色的食物可以养肺 能增强人体抗敏感及炎症的功能 同时也能除肺灶 促进成乳斗 肺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多使白色食物 相应食物有 山药、白豆、冬瓜、梨、白萝卜、银耳、百合、焦白等 五、黑色 黑色入肾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主藏纳经 黑色食物对于补肾 方知心脑血管疾病 抗衰老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 含黑色素的食物 都有助提高肾的新陈代谢和生殖系统功能 相应食物有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木耳、紫菜等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将根据源自于营养骨形的五色入骨葬的中医原理 分别讲述 肝、腥、脾、肾的保护技巧 以及常见食物的保险功效和制作方法 下面我们再先来学习到五色食材总和搭配的养生食谱